Hello 各位好 这里是车业杂谈 我是流浪 今天我们来探店拍一款近期最热门的上市新车 就是我旁边的这台小鹏G9 在视频发出去的时候这台车应该已经上市了 大家告诉我对它的价格你们还满意吗 小鹏G9其实可以说是我们小鹏品牌的旗舰 也可以说它的形象担当是汇集了小鹏所有高精尖的技术的 其实这台新车相比于我们老款车型来说还是有很大的改动的 比如说它在车漆方面就新增了两款新颜色的车漆 内饰方面也新增了一个灰色的内饰 可以说是在我们车型的颜色搭配上更多样化了 当然这些东西包括说我们车型的这些设计方面都不是我所感兴趣的 那对于这台小鹏G9我个人最感兴趣的有两个点 第一个就是它的智能化的能力 第二个点就是它在续航里程和充电方面的一些提升 那首先我们来说一下智能化方面 其实在之前的小鹏G6车型上呢 小鹏方面就提出了一个XNGP的这样一个智能辅助驾驶的系统 那这套系统呢是能够支持点对点的全程的自动辅助驾驶的 那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从家里开车到公司 它可以实行什么呢 在车库包括说我们小区内部的道路 以及说后续的这种城市道路啊高速道路的这个地方 它都可以由系统来进行驾驶 包括说最后停入我们公司这种停车位 它也是可以自己完成的就这点的智能化体验来说呢 我觉得是非常的不错的 当然小鹏G9呢也是搭载了这一个配置的啊 小鹏方面呢其实对于这个功能也做了一个高调的宣传啊 把它宣称是什么呢 就是在无人驾驶汽车到来之前啊 自动辅助驾驶的终极形态 那它之所以敢这么宣传啊 其实还是小鹏在自动驾驶领域它的这个硬实力啊是过硬的 首先呢在硬件方面啊它是采用的英伟达双芯片 然后呢在感知元件方面呢是有包含两颗激光雷达在内的一共31个感知元件啊 在硬件用料上呢我觉得还是比较的厚到比较实在了啊 那相比于特斯拉车型它以光学摄像头为主的这一类感知系统来说呢 那激光雷达它的优势呢就在于啊 对于我们环境的这种识别能力啊会更强一些 它识别的速度会更快而且呢会更精准一些 那在我们日常行车的过程中呢它的安全也会更有保障啊这是在硬件层面的领先 然后在软件方面呢毕竟小鹏是一家国内车企嘛 所以呢它对于我们国内这种道路啊会更加的熟悉一些 而且呢它的自动驾驶的这种模型啊迭代升级也会更快 这是在软件上啊小鹏相比于特斯拉的一个领先优势 那在智能辅助驾驶之后呢其实我们的这个智慧坐舱方面啊也是现在年轻人买车比较看重的一点啊 那其实在这台小鹏G9上呢我们也来给大家试验一下啊 首先呢它在整个UI界面的这种布局上呢就是比较简洁清晰的啊 各种功能板块划分是比较明显的 然后呢我们再点进去它的车内设置里边可以看到 基本上呢都是只有二级菜单的啊 对于我们寻找一些功能呢会比较的方便啊 对于我们车主的这种上手来说我觉得也会比较的快啊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学习成本的 这一点呢我觉得是小鹏在UI界面上啊是下了功夫的 然后呢在一些适配的软件上啊 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在咱们的这个中控屏上呢 它也是有一些应用搭载啊 包括说应用商店里边我们也可以下载啊 像我们这些什么视频软件啊 i7B站这些东西它都是有的 而且呢像一些新闻软件啊 因为软件啊也都是比较丰富的 这一点呢其实也能够看出啊 它在一些软件的适配层面呢也是做的比较的丰富了啊 对于我们日常出行的这种乐趣方面也是有一定的保障的 另外呢在语音控制层面啊 这台车也是非常的流畅的 我给大家体验一下啊 你好小屁 导航到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第一个 开始导航 播放音乐 音乐调小 空调风量调大 那可以看到呢 它整个这个语音识别率啊也是非常准确的 而且呢它可以进行连续不间断的这种语音输入控制啊 它能够控制的项目呢也是非常的多的 那可以说呢 基本上我们都不需要动手了啊 在行车功能中啊也基本上是只要用语音控制就可以实现一些车机的功能操作啊 对我们行驶安全也是有一定的保障的 另外呢 它的这个副驾驶屏幕啊 我觉得还有很有特点啊 就是它点亮之后啊是一个防窥屏 我们主驾看过去呢 是看不到它点亮的啊 这其实对我们行驶安全也是一定的保障啊 你副驾看你自己的 我们主驾就不要去看你这个东西了啊 那以上这两点啊 它的智能驾驶啊 包括它的这个智慧座舱啊 其实就是小鹏G9在智能化能力方面的一些体现了 我个人认为呢做的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当然包括像它的一些什么整个的内置设计啊 也是比较简洁的风格啊 前排也是布置了两个这种瓦数比较大的无线充电啊 还有我们这种座椅的舒适性啊 也都是比较有保障的 那这些呢都是小鹏G9的一些亮点啊 今天呢我们就不过多的介绍了啊 当然还包括它有一个什么 像它的空气悬架啊 还有DTC的这样一个智能可变阻尼减震器等等啊 那我们今天呢也是体验不到了啊 不过呢可以预见的是呢 它肯定在我们的这种驾驶的这种质感啊 包括我们承受舒适性上是有一定的提升的啊 那说完这些之后 我们再来聊一聊G9车它在续航和充电方面的一些能力 那以现在的电池技术来说呢 目前的电车啊 它们的续航里程啊 基本上都能覆盖我们的日常通勤的需求了啊 但是呢在长途驾驶的功能中 可能还是需要补充这个能量的 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啊 充电的速度呢 应该才是我们目前电池用户最应该关注的一个焦点啊 那在这台小红G9上呢 它是支持一个800伏的这种超高压快充的啊 那相比于我们之前的这种400伏 或者是电压更低的这些充电桩来说呢 它的这种充电效率呢 肯定是有大大的提升的 那官方宣传的是呢 它能够在20分钟啊 就完成10%到80%的这个电能补充啊 这个体验呢我觉得是相当不错的啊 那相比于我们之前啊 动不动就要半个小时啊40分钟的这些快充技术来说呢 它的这种用电体验我觉得是更加的舒服的啊 所以呢这个800伏的快充技术啊 我觉得是非常的实用的 OK那以上呢 其实就是我个人啊 比较关注的这台小鹏G9 它的一些产品亮点了 那客观来说呢 它在我们的智能化 以及说我们的电池技术方面呢 都还是做得非常的不错的啊 那对于这台车型呢 我个人会更推荐一些什么 顾家的年轻人啊 来选择 或者说呢 是一些比较前卫啊 对科技比较关注的一些中青年用户来选择 一方面呢 它的科技化表现是非常的出色的啊 可以满足我们日常的这一种啊 舒适性的驾驶体验 那另一方面呢 它在舒适性方面 包括我们的空间啊 以及座椅的用料上呢 啊 也会更加的舒适啊 比较适合我们家人来进行乘坐 包括说它的自动驾驶里边啊 还有一些主动安全配置 也算是在安全方面给我们家人加码了 那我也相信呢 选择这台小鹏机车的朋友呢 也会拿它和一些竞品车型去进行比较啊 比如说理想的一部分车型 那其实这两个品牌呢 我个人认为啊 他们的产品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 小鹏呢 就是一个典型的 以科技为卖点的这种品牌啊 它的自动驾驶 这些能力呢 是目前理想啊 所不能提供给消费者的 那理想方面呢 它的优势呢 就在于它的三大件嘛 就是冰箱沙发踩电啊 对于消费者这种舒适性体验是比较看重的啊 当然目前呢 小鹏机9其实在我们的这种座椅舒适性上呢 也是有提升 包括说它的这个 车机的娱乐屏啊 也是有搭载了 所以呢 呃在这方面啊 理想的领先优势 其实并不那么的突出了啊 因此呢 我个人认为啊 这两台车 他们的这种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大家呢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